配合体育署运动爱台湾计划 县府在县立体育场中庭办理 运动热区启动仪式记者会 由副县长陈振生主持 县府将从4月30号起到10月30号为止 每周六晚上6点到8点在县立体育场 办理夜跑、银法足体势能、基础网球、桌球等运动咨询与体验 每周三办理舞蹈运动课程 活动讯息可至南投县体育热区网站、体育会或运动爱台湾资讯平台查询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为了鼓励全民运动与推广体育休闲运动 县府配合体育署运动爱台湾计划 在县立体育场中庭办理运动乐区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中则介绍运动爱台湾计划及运动乐区 同时颁发南投县循运动指导员聘书 并安排银发足高龄运动体试能体检 有氧运动训练及主力运动训练 也安排网球、舞蹈、桌球、夜跑等运动指导班观摩 让民众了解运动乐区的内容 副县长陈振生表示 县府安排运动乐区活动 推广全民健康与证券运动 活动内容十分丰富 加培养民众 制发热活爱运动的观念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今年开始进行运动热区的一个计划 最主要还是希望乡亲多运动 保护自己的健康 那在运动热区计划里边 我们每一个礼拜三 有有氧舞蹈的免费提供 老师的指导 另外礼拜六有五大项的活动 希望乡亲都来接受这种运动执行 运动指导 以及实际餐理 让大家身体都能健康500岁 这是我们中央以及地方一直期待 大家都能活命 尝命百处 所以这些活动 我们目前正式接牌之后 希望落实全民运动的精神 把我们的全民运动的精神 拿到我们的运动之后期来 就是希望我们乡亲都来利用 那那县体育会也呼吁大家 一起走出互惠来运动强生 带动全民运动的风气 我们南韩体育会和属龙工匠 结合和社区结合 有200几万要来执行 跟配合我们的水域自行车 总共有100几行的活动 要在今年5月初开始 到20月30来结束 在这些时间要来执行 1千4百多万的总经费工程 在这要来呼吁南韩园的乡亲 尤其是我们银法族和妇女 因为政府很强势这个区块 为了我们的箭袍卡 我们不要减捕的支持 不要那么多 政府的政策就是要来关怀老人和妇女 或是说一些比较小的乡亲 如果是都要照顾 在这儿活用南韩园的乡亲 家出表示运动乐区活动都是免费 内容包括夜跑 银法族体制能 高龄运动 健康饮食 运动伤害预防等指导 另外有特殊运动 基础网球 舞蹈运动 足球运动等体验营 将透过现有的体育场域 设立县内运动乐区 并举办系列活动 提升居民运动风气 秋广 秋广 早 七